第1671章 哗啦一下 又一块巨石落了下来 走 路周一把抓住猪红供 离开了屏障 众人一同飞出了天气 当他们来到天气之外 只听得咔嚓 一道足以震撤天地 宣泄四方的裂开之声 响了起来 众人回身一望 看到了一条不知多长的裂缝 从入口一直裂到了苍穹之上 进入迷雾当中 这 众人愣住了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刚拿到太虚土壤的四人 忽然觉得那蓝水晶有些烫手 心中不知是何种滋味 天咬塌了吗 摩天阁众人抬头 看了看天空 路无站直了身子 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条裂缝 坏了 这下我们玩大了呀 朱虹供说 如果只是拿走太虚土壤就会坍塌 那这柱子也太不结实了吧 四先生的意思是 很明显 有大能破坏柱子 要不然赢甲卫 怎么这么巧就来了 他们未不先知啊 四先生说的有道理 就在众人疑惑的时候 天际当中 落下了一道极致的闪电 那电弧从上到下将天启支柱收拢 一声震荡 大地空气山川丛林万物跟着一颤 以平淡为中心 震荡蔓延四面八方 百里千里万里十万里 圆锥冰山顶尖之上 帝女桑微微转过身子 俯瞰环形湖面 那清澈如镜的水面上 荡漾出了一道细微的涟漪 她叹息一声 如果我能躲过此劫 但愿人间重现 回身一转 进入了冰山最中心地带 平淡天启支柱 那蓝色的电弧 将天气支柱的裂缝修补 一切恢复如常 这柱子怎么会这样 人类能造出这样的柱子 打死我都不信 朱红供说 严真洛说 底下很难让人相信 那道闪电一闪即逝 大家都没看太清楚 柱子就这么恢复了 陆周看了一眼天空 走 他驾驭白泽 朝着远空掠去 嗖嗖嗖 其他人迅速跟上 待摩天阁众人离开以后 平淡天启支柱 不远处的空中 出现了一道水浪式的虚影 俯看着天启支柱 喃喃道 会是你吗 虚影注视天启支柱许久 不敢肯定 这时那水浪式的虚影 朝着暗处看了一眼 暗处的黑影走了出来 恭恭敬敬的 店主 虚影说 是他吗 蒋冻善说 不确定 他出手的方式 非常老辣凶狠 表面上脾气很冲 实则内敛 他没有对我下手 不太像他 那长相矮胖 弃成当康之人 你可认得 蒋冻善摇头如实道 不认识 能得到天启的认可 有大潜力 跟上他们 随时汇报 可是 此事若办妥 本座赐你真身 蒋冻善文言大喜 是 他起身朝着远空掠去 那水浪式的虚影 闪了一下 便消失了 在孔文和陆吴的安排下 他们飞了半个月 进入了一片古林之中 早已习惯黑暗的他们 已经不惧怕漆黑的古林 哥主 这个方向没错 照着这个方向飞 顺利的话 三个月可抵达禅恶 禅恶是最靠近 外围的天启之助 好 陆周看向众人 天启之助 不宜操之过急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本座希望你们 好好修炼 尤其是获得了 这么多的命格之心和资源 还有蓝水晶 这样的逆天宝贝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就地修行了 陆周取出镇兽庄 将其摁入地心当中 灵性完全激活的镇兽庄 提升至一百倍 已经变得很轻松 事实上 它完全可以提升至万倍流速 但那样的话 其他人承受不住 对修行也不利 都散了吧 众人攻身 属下告退 徒儿告退 大家依次离开 各自寻找位置修行 得到蓝水晶的 则是汲取太虚气息 没有得到的也不着急 除了有点羡慕嫉妒恨以外 更多的是兴奋 陆周盘腿而坐 常叹了一声 没想到两根天气之弱 竟浪费了大半年时间 回想当初范真人 五年多横跨位置之地 并无虚言 这还只是切着 外围直线飞行 若是再去往内河去约 那耗费的时间不可估量 陆周赶支了下 地下的镇兽庄 澎湃的生机能量 充斥其中 大约估算了下 陆周惊讶到 三万年 这还没有计算 原先储存的生机 单从冠凶那里获得的 就有三万年生机 这可不是小数目啊 镇兽庄在原来的镇兽区中 待了数万年 也不过是汲取了 十来万年的寿命 与冠凶一战 镇兽庄获得的三万年 已经不是小数目了 当然 整个过程中也有大量的折损 这属于正常现象 清蝉玉作为圣物 也不过只能提供万年的寿命 不错呀 这大半年收获很丰厚啊 陆周也挑取了一些 合适自身的命格之心 储存在大弥天袋中 现在正是使用的时候 别为思索 他打算从蓝法身开始 到了大真人的修为 他已经越发感觉到 天象之力有些跟不上了 蓝法身现在只是 百节动明七夜的修为 还差得远 若是能早日进入千界 或许就能源源不断地 使用天象 就像金法身一样 而不用像现在 时刻缩手缩脚 陆周掌心一翻 寄出了蓝法身 七夜的蓝莲座 就像是晴空万里的天空一样 夺目绚烂 提升 陆周将法身落在了 镇兽庄置上 当法身蓝环落下的时候 地面中的生机 就像是阴晕的雾气一样 徐徐上涌 不断汇聚 进入蓝法身之中 蓝法身进入提升的状态 陆周满意点头 开启低等级的法身 对于经验丰富的陆周而言 十分地轻松 且简单顺利 第1672章 他将系统界面打开 简单看了一下 也有三万多年 足以给蓝法身提供一波大的升级 陆周又看了一下功德 一百四十九万三千六百八 中间转了又花 花了又转 一直维持在百万左右 大真人获取功德的数量 越来越受限制 真人以下的命格奖励 大幅度降低 也许获得命格的主要手段 还是靠白 难道这就是功德的含义 陆周的脑海中 莫名地想起讲道之典里 看到的功德石 心中陡然一震 莫非那功德石 便是力量的根源 陆周难难自语 这个推论让他一时很难相信 但是逻辑上是成立的 陆周又思索了一段时间 没有想明白 他起身来回踱步 在漆黑寂静的古林里 环顾四周 闻秀树木 花草 植物的芬芳 哪怕夜黑寒冷 中年不见日光 未知之地里的一切 也充满了生机 比酒莲更顽强 这是一种凶猛的顽强 陆周返回原来的位置 盘腿坐下 他听到了一声清脆的响动 蓝莲连坐上 撬出了一片新的莲叶 第八叶 陆周心中一动 第八叶的开启 异常的顺利 前后夹起来 连一盏茶的功夫都没有 陆周看着那蓝光闪闪的连坐 满意点头 自身修为已经达到了大真人 二十命格 蓝法身的级别还很低 提升的空间还很大 如同一名大学生去小学考试似的 没什么难度 蓝法身 百节斗鸣第八叶 提升至下一集 需要一万年 还好需要的寿命没有增加 继续 灵性被激活以后 朕手中几乎可以按照我的想法 随时做出调整 且没有任何抵抗的意思 即便是让他贡献出所有的升级 也能轻松做到 只不过没必要那么做 陆周继续观察着蓝法身 第八叶的开启 说重要也重要 毕竟这是达到当年在金连届时的巅峰 说不重要 是因为他的级别相比千届 还是差得远 于是 陆周闭上了眼睛 一边参悟天书 一边突破蓝法身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镇兽庄内部的生机能量 正在大幅度地减少 蓝法身的等级提高后 吸收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加 吸出了丝的刺耳声音 参悟了半天的天书以后 天象之力已经恢复了 陆周睁开眼睛 认真地看着蓝法身的变化 虽说不重要 但是八叶冲顶的心理暗示 让他放不下心来 一道道的蓝环不断下坠 咔 又是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 嗯 难道又升级了 太过于顺利 也会让人感觉到不安 法身的高度变化 连坐变大 原本的蓝色 多了一层闪电般的电弧 蓝法身 百节冻明第九页 提升至下一集 需要一万年 看到九片蓝叶 陆周心中放松了很多 魔咒一除 换言之 蓝莲不受金莲的束缚 继续 十叶过后便可以凝聚命格了 然后进入千界 千界的天象之力 必会让我实力大增 这时蓝法身旋转了起来 在底部连坐上 形成了一道蓝色的漩涡 那漩涡正是在不断汲取着震兽庄的生机 蓝法身看上去就像是一株 茁壮成长的树木 越来越大 丹田气海中 不断涌出天象之力 上限增加了 陆周感受到了天象之力的储存量 大大提高 蓝法身保持着这个姿势 足足旋转了三天三夜 按照镇兽庄的百倍流转速度 也就是耗费了三百天的时间 一万年的寿命汲取完毕 蓝法身旋转的速度减缓 直至停住 然后连坐上的第十片叶子 咔的一声 生长了出来 一开始有些弯曲 但很快变得修长 锐利 锋芒毕露 第十叶了 陆周有些难以置信 他掌心摊开 将其收回 又寄出 仔仔细细看了几遍 的的确确是十叶蓝法身 而且十分饱满 陆周从大弥天带中 取出一颗兽王级的 西渠命格之心 有过金莲的经验 陆周认为 蓝法身在能力上 可以不做要求 而是着力提升基础的属性 比如防御能力 进攻力量 灵敏度等等 他尝试控制 法身向上跳运 呼一下 法身离开连坐 飞入空中 树杖之高 连坐这才出现虚化 法身本体落回连坐 又重新清晰 剑刚 陆周二指一台 一道剑刚出现在 双指之间 那法身也学着他的样子 二指中出现了一道蓝色剑刚 灵敏度不亚于陆周控制自己的身体 向前一弹 砰的一下 剑刚飞了出去 金色剑刚可以飞出很远的距离 而不消散 蓝色剑刚则是抵达百米左右 消失了 陆周满意点头 嗯 这个进步已经很大了 测试完这些 陆周没有停留 而是没有犹豫 将命格之心 直接嵌入了蓝连连坐中 这一摁 咔的一下 连坐上 三十六道命格区域 一次性亮起 天赋上线全开 上线全开 大大出乎了陆周的预料之外 他的金连命功 还没有达到全开的天赋 蓝法身竟然直接全开 陆周还以为自己眼花了 微微睁开眼睛 定睛再看 蓝连连坐上的区域面积 足以容纳三十六命格 是的的确确上线最大 命格之心就像是一块冰糖 慢慢地融化在命宫里 果然如此 开启蓝法身的命格 已术王起步毫无问题 今后得想办法 积累一些更好的命格之心了 这时 命宫中出现了一个 棱角分明的区域 这意味着命格之心 隔出了效果 命格区域形成漏斗状的漩涡 向下沉去 大量的能量和生机不断下坠 寿命 陆周看了一下 面板上的剩余寿命 减一百 减二百 减三百 第1673章 数字不断地跳动 寿命不断地降低 频率和漏斗的下沉速度一致 和普通凝聚命格一样 陆周打起了精神 这毕竟是第一次在蓝法身上开启命格 陆周非常重视 不敢大意 他坐直了身子 全神贯注地看着连坐的细微变化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同时也观察着寿命的减少 就这样持续了一整天的时间 古林堤的黑夜和白天没有区别 未知之地的迷雾将天空遮住 远空的光明无法驱散这里的黑暗 毫无明暗变化的环境 很容易让人忘却时间的流逝 丛林里偶尔有飞鸟掠过 叽叽喳喳叫上两声 将众人的意识唤醒 陆周听到了小火凤的叫声 惊觉这一天的时间都处于走神的状态 他目光垂落看向命宫 无巧不成书 这时命宫也填平了 一道电壶顺着新开启完成的 棱角分明的命格区域边沿走了一圈 一闪即逝 蓝法山的高度明显增加了一倍 身材也变得魁梧很多 蓝色变得更加湛蓝深邃 仿佛在一望无际的湛蓝晴空里 亦能看到星辰点缀的浩瀚宇宙 像是正直盛开的沙漠蓝蓝 又如发光的蓝墨闪闪发光 陆周看了一眼剩余寿命 两万七千三百九十八年 大约少了一万年 不反补寿命 金连命格开启 都是先折损一部分寿命 开启完成之后提高寿命上限 相当于回补寿命 大真人级别的修为 每开一命格 可添加一万年寿命 蓝法身居然不反补寿命 这让人很难开心啊 正常的修行者很难拥有两座法身 如果只是修炼蓝脸的话 不反补寿命 这无异于是自杀的行为 别说千戒了 就连前面的十业都开不了 直接就能被法身吸死啊 难道是歪门鞋带啊 这不合常理啊 也不合守恒法则啊 陆周回想起在黑莲时的场景 陆里将我误认为是陆家祖上 也就是真人陆天通 陆天通留下的讲道之典里 也有明确的旁门走道的指责 也就是说 以前很有可能有人也修炼过蓝脸 这就是他们将我误认为陆天通的原因 陆周想通了其中关键 那么 魔神又是谁 良久 陆周摇了下头 嗨 传道桥头自然指 这些问题今后到了太虚 自然影刃而解 天启支柱已经进行到三根 后续只要顺利 十大弟子都会成为一等一的高手 太虚的吟甲卫已经有了动静 摩天阁必须得尽快提升实力了 收起思绪 陆周看着蓝发身 是该谨声牵戒了 掌心一压 连坐飞旋 蓝发身传来撕裂般的疼痛 像是千万把刀子 在蓝发身身上不断地雕琢 原本百截动明的样子很快消失 好快的速度啊 凝聚千戒 如同重新塑造法身的形象 整个过程必定是漫长且痛苦的 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 陆周看到蓝发身 竟然已经有了千戒的雏形 连坐之中 三十六个三角形依次出现 光芒闪过时 法身的后背 出现了一个圆形的圆盘 与连坐中交相辉映 这是星盘 蓝色的星盘 太虚 某宫殿之中 江文旭来回踱步 一名下属从外面走了进来 攻身道 主人 三千银甲卫已经全部派出 目前阵亡五人 皆是真人左右的修为 凶手不知去向 蒋东山已经去了未知之地 暂无消息 银甲卫死伤过多 久连之中 能杀银甲卫的 少之又少 江文旭说 主人的意思是 蓝锡和最近在干什么 属下不知 派人暗中调查一下 还有那个欧阳迅生 他们喜欢玩 我便陪他们玩 是 那名属下领了命令 离开了大殿 十天后的清晨 未知之地 漆黑的古林体中 陆周看着身前的蓝法身 星盘已经形成 在十二道区域当中 三十六个三角形 依次叠放 天然冲出命宫区域 一道命格滑过蓝光 这意味着蓝法身 成功踏入千界 也意味着蓝法身 可以使用命格之力了 陆周仔细 欣赏了一段时间之后 开始测试蓝法身的能力 掌心向上摊平 心随意转 一道健刚力在手心里 晶莹剔透 蓝法身不受束缚 各个部位依旧自由 跟着他的模样 祭出了健刚 健刚变成刀刚 又从刀刚到枪刚 十八般武艺轮换 最后向前一推 刚印像是一道流星 扑扑扑 穿破了一棵棵古树 蓝色刚印也随着向前 后来居上 眨眼间洞穿上百棵树木 转瞬消失 力量很强啊 陆周虚影一闪 原地消失 下一秒出现在古林的高空 俯瞰四面八方 灰蒙蒙的环境 黑漆漆的环境 成了他们这段时间 修炼的绝佳之地 条件虽然恶劣了些 但是元气非常浓郁 修炼极其方便 陆周看向远处的一座山峰 点了点头 就你了 掌心一推 蓝色星盘 别致清晰 一道命格之力 如蓝色闪电 击射而出 轰地一下 命中那座山峰 那山峰历时被洞穿了 一个圆形孔洞 这威力 陆周心生惊讶 刚跨入千界的蓝法身 威力上居然能追上 大真人的金莲命格之力 这让他如何不惊 陆周感知了些天象之力 死耗的确不少 但和以前单纯使用 天书神通相比 就少了很多 最起码这是可持续性的战斗 不用再像以前那样 像是挤牙膏似的 每天算计着使用 陆周满意不已 收起星盘 虚影一晃 出现在了古术之下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 陆周没有进行修炼 而是对蓝法身的 预见之术 基本的动作 进行了熟练和提高 连作和连翼的分解 拆开使用 也进行了练习和测试 整体效果很满意 金脸忘记提升了 测试完以后 陆周恍然意识到了 这个问题 这段时间 一直都在想办法 提升蓝法身 从七叶直接到千界的跨度 若是算上流转速度 用时十年左右 金脸第二十一命格的开启 可能就不止十年了 先看看大家提升情况 再做决定 他站了起来 五指向下 镇兽庄 从地心中飞回 镇兽庄的效果 消失了 古林地带也在 镇兽庄的影响下 强壮了三分 编辑在每个角落的摩天阁中人 感知到了镇兽庄的停止 纷纷睁开眼睛 从四面八方汇聚 十年如一日 不多时 摩天阁众人 依次出现在陆周面前 最先出现的是 于正海和于上荣 十年时间 两人长出了少许的胡须 多了几分霸气 于上荣依旧是君子之分 只不过更加成熟沉稳 师父 师父 接着是端木生 明世音 朱红贡等人 依次出现 大概是年轻所致 他们没什么变化 身上的气息 倒是浑厚了很多 可见 得到天启的认可以后 他们的太虚种子 已经完全激活 提升速度 自然是摩天阁之中最快的 四位长老 护法 左右石等 全部出现 最后出现的是 小鸢儿和海螺 两人已经生得落落大方 美得不可方物 是个实实在在的大姑娘了 哥主 师父 嗯 都到齐了 孔文点完术说 除了您 共计二十八人 都到齐了 镇兽庄之下 刘氏的寿命 约十年 想必你们的实力 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陆周的目光略过每个人的身上 感知着他们的气息变化 徒弟除外的话 汲取了蓝水晶的太虚气息 进步最大 尤其是四位长老 他们本就是修行天才 后继薄发 这十年的功夫 修为上各自提升了两命格不止 开十一夜也只是时间问题 沈西 李小默等人 还没有得到太虚土壤 进步慢一些 但也提升了一命格 陆周本想检验一下 但考虑到人数太多 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况且 修为也算是个人隐私 本座要亲自检验而挡 陆周右手一翻 一百八十度翻转向下 倒倒钢气 排山倒海般冲击四方 众人愣了一下 猝不及防 同时后飞 于正海和于上荣最先反应过来 身子一沉 稳住了身形 其他人飞出十多米远 依次落地 陆周点了下头 掌心下压 加大力度 钢气像是惊涛骇浪似的 猛攻众人 没有伤害 只有强烈的推力 于正海眼疾手快 大刀往地面上一插 抓住刀瓣 稳住 于上荣双手持剑 将剑刺入古树 没有被吹走 秦奈何则是最稳 稳如泰山 甚至面带微笑 修为较低的潘仲 周济峰 孔文寺兄弟 率先飞了出去 四位长老的沉稳 超出了他的预料之外 虽说提升了两命格 但能像于正海和于上荣这样 没有飞出去 属实是不容易 小心了 陆周再推掌印 众徒弟各显神通 纷纷祭出超长的钢印 刺入地面 固定身影 也有利用钢印和钢风 相冲的效果抵抗 钢气好似狂风 已经吹得众人难受不已 孟长东 沈熙和李小默等人 飞了出去 陆周有些惊讶地 扫过众人 这一掌 但愿你们能撑住 普现色深 譬如光影 普现一切 而与三昧 寂然不动 天书神通 蓝帘绽放 倒逼四方 这一次又伤害了 虽然伤害不强 但附带澎湃力量 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秦奈何脸色微变 后退数步 不得不施展 结定印 稳住了身形 于正海拔刀凌空后飞 星盘出 顶在了前方 于尚荣翻转两周 再次落地 长剑刺入大地 而其他人 则全部横飞了出去 毫无悬念 陆周收掌 众人纷纷落地 哎呦 师傅 我们哪能是您的对手啊 朱鸿共摸了摸屁股 哼 学艺不精 还敢降嘴 徒儿错了 朱鸿共立马认错 小鸢儿一路施展 梵天灵 捆来捆去的 古术都折断了不少 也没能挡住 颇有些委屈 师傅 你出手太快了 徒儿都没准备好 其他人都没意见 全然是内心之中 充满了惊讶 惊讶于阁主的实力 陆周看向小鸢儿 鸢儿 你还要试吗 小鸢儿连忙摆手 嗯 咋不要呢 小丫头的修为进步最多 只可惜技巧和作战经验不足 所以才这么狼狈 左玉书走了上来 盘龙杖往地面上一戳 哦 陆周看向小鸢儿 是不是又胡乱开命格了 没有 多少命格了 小鸢儿伸出食指 稍稍一勾 师父 托儿才 才九命格 嗯 陆周稍稍起了阴调 目光直视小鸢儿 小鸢儿立正身形 低头 老老实实的 好吧 托托 十命格了 陆周没有说话 就这么安静地看着他 小鸢儿抬起头 偷瞄了一下 比划着头 十一命格 真的师父 星盘 当众看命宫有些不太合适 看星盘问题不大 小鸢儿只得寄出星盘 他将上面的遮挡命格区域的三角形撤回 一个个命格出现在众人面前 还真是十一命格 这连开三命格 不是吧 众人露出了羡慕极度恨的表情 那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上一次落脚 上一次落脚修行 他还只是八命格 没想到十年的功夫 居然开了三命格 你这么能耐 为什么没继续开十二命格呀 疼 你还知道疼啊 可能是距离二命关比较近 知道疼就好 今后切不可急躁 是 第一千六百七十五章 教育词鸢儿获得五百点功德 这个提示让陆周想起来 对啊 小鸢儿和海螺还没有出诗呢 陆周想了一下 现在还不是时候 既然能出珍稀的道具卡 那就留在关键的时候再出诗也不错 徒儿也是想要在五年内追上二师兄嘛 小鸢儿还记得自己说过的话 一边有点不服 一边嘀咕道 于尚荣微微一笑 九师妹能以我为目标 身为二师兄 深感欣慰 二师兄 你现在什么修为 于尚荣目光一转 这才发现 小鸢儿的个头已经到他鼻梁位置了 亭亭玉立 惊鸿一瞥青流蜥 一抹华云 一曲轻柔 他保持淡淡的微笑 轻声道 保密 得 小鸢儿落了个无趣 于正海道 九师妹 你怎么不问问我呀 白师兄 你现在什么修为啊 小鸢儿回过身 兴奋地问道 于正海上前 敲了下他额头 胡乱打听他人的修为 是很不礼貌的 小鸢儿脚一跺 失落道 哼 没劲 众人笑了起来 摩天阁的成员太多了 不是说大家不够坦诚 而是真正到了危机时刻 修为是自保的最后手段 陆周看向秦奈何 点了下头说 真人 秦奈何和其他人不同 他露出了些许的骄傲之色 自豪地点了下头 嗯 众人文言 纷纷恭喜贺喜 恭喜秦真人 恭喜秦真人 秦真人连连摆手说 还是叫我奈何得好 要是被秦真人听到 最多尴尬 壮山不可怕 壮称呼就太尬 怎么摩天阁终于出了第二个真人了 秦奈何多谢各位的帮忙 多谢阁主的提醒 若没有摩天阁 也不会有我的今天 陆周点了下头说 嗯 你们的修为尽速不错 既然如此 明日一早 出发缠恶 是 第二天一早 摩天阁众人各自上了座棋 离开他们待着的古树林区域 朝着蝉鳄飞去 整体的实力提升之后 原本预计三个月才能抵达的天启支柱 竟只花了两个月 两个月后 未知之地 沙漠地带 狂风肆虐着沙子 不断划过摩天阁众人的护体钢器 摩天阁众人出现在一片沙漠的天际 蝉鳄 要先行事 是 路舟一马当先 驾驭白泽 行进在最前方 没过多久 他们便看到了 那屹立于天地之间的天启支柱 无边无际的沙漠中心地带 只有这么一座难以想象的建筑物直通天际 狂风卷积着沙子 在天启支柱的四周来回飞旋 这时 刷地一下 路舟停了下来 目光向下一看 一个巨大沙包隆起 以极快的速度朝着远处行进 有凶手 这什么东西啊 他躲在沙子下面 看不到 众人本能地提升了高度 刷刷刷 密密麻麻的沙包隆起 出现在周围 数量难以估计 明示阴看得头皮发麻 这次未知知地之情 真是长了不少见识啊 这都什么玩意乱七八糟的 这时 穷奇汪汪汪的老想冲下去 你想死啊 老子可不想死啊 老子修炼的是青木卷 这地方半点草木都没有 我还是别送死了 我来看看 秦奈何掌心一推 轰地一声 巨大的掌印掀起一座沙漠山包 满地的蝎子 浑身泛着红黑的光芒 略来略去 又以眨眼般的速度 钻入沙子之中 消失不见了 九重山皇心 孔文认了出来 什么呀 明世音问道 这是一种沙漠中蝎子 一身剧毒 凡是中了他的毒 据说无药可救 这玩意儿是群居凶手 绝不会单独行动 这么多小蝎子在 黄蝎一定在附近 嗯 清理一下 于正海和于上荣 秦奈何三人掠了过去 刀钢剑钢开始狂轰乱炸 将那些蝎子全部杀光 路骨更加简单粗暴 一路行走 靠近他的山包 全部是一巴掌拍烂 看也不看 众人一边清理 一边前进 只是距离天气支柱 千米左右的距离 沙包明显变大了很多 看来刚才不过是开胃菜 这些才是主菜 孔文难以置信道 还好大先生和二先生 实力高深 对付这些不成问题 就在众人 云速前进的时候 沙漠大地凸起了起来 形成了一条山脊 一道长达百丈之长的棕色肠尾 朝着路舟刺来 众人左右躲开 那奸刺不偏不倚 袭上路舟都没心 路舟风轻云淡 原地未动 尾刺撞在了路舟的护体钢器上 那护体钢器出现了淡淡的蓝色光滑 这是金莲护体和蓝莲护体钢器 叠加使用时 迸发出来的效果 那尖刺再也无法寸进 被挡在了外面 黄心 孔文师声道 路舟掌心向前 摩托手印 五指如天钩 像是巨大的钳子似的 夹住了肠尾 脚尖轻点白则的后背 纵入空中 路舟沉声道 出来 哗啦一声 路舟徒手将那九重山黄蝎从沙漠之中拽了出来 那庞然大雾壮如山峰 带出了滔天风沙 众人难以置信地看着那庞然大雾 竟被阁主徒手从沙漠中拽出 摩天阁成员纷纷吵着四周掠去 于正海下令到 傻小的 陆吾和城隍这样的大型凶兽 对付这些小型蝎子不在话下 都是一巴掌一片 其他人来回飞行 各显神通 于正海和于上荣 擅长驾驭多道刀刚剑刚 秦奈何晋升真人以后 更是来去自如 于人群中游走 第1676章 陆舟见众人应对自如 掌心迸发天象之力 摩托手印 附着上蓝色的光滑 继续向上飞 陆舟带着九重黄蝎飞入高空 以免黄蝎伤及自己人 九重黄蝎离开了蝎群 不计其数的蝎群 失去了首领 乱作一团 如同一盘散沙 不堪一击 很快就被摩天阁众人横扫干净 满地散落着的尸体 令人作呕 一些生命之心 看也不看 长时间在未知之地游走 这种普通货色的生命之心 已经很难引起摩天阁的注意 就连以前视生命之心 为生命的孔闻 也没太大动力 口味和眼光早就养掉了 不知道多少倍 清理完战场上的小蝎子之后 摩天阁众人 纷纷看向天空的人蝎大战 风沙阻隔了太多的视线 掺杂着呼呼风声 只能看个大概 模糊又朦胧 只瞧见路周身上隐约出现了蓝色电弧 那是什么 秦奈何在众人之中目力最好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心生惊讶之色 狂风卷起大量的沙尘 遮住了天空 那九重黄蝎张牙舞爪 奋力挣扎 喷出漫天毒液 可惜的是那些毒液无法靠近路周半分 都被他的长袍挡在外面 路周左掌既出蓝色星盘 右掌重拍 一道蓝色星盘迸发出命格之力 光柱如闪电 轰这一下命中了九重黄蝎的要害 九重黄蝎吃痛 身上出现了一个血洞 好强的防御啊 当然 路周没指望刚入千界的蓝法身 一招能秒杀着九重黄蝎 这一手啊 纯粹是趁机试试 效果可是相当满意啊 若是后续提升到 和金莲相同的命格数量 那威力难以想象 轰的一声 九重黄蝎落地 九重黄蝎似乎意识到了对手的强大 立马扒开沙子 沙沙沙沙 钻入沙土之中 众人纷纷悬空 提醒周围的人要小心 路周身形一闪 出现在低空处 双掌一合 道声一 一声二 二声三 三声万物 万物复阴而抱扬 称气以为和 卫明剑化作漫天剑钢 依次刺入地面 呈圆形方位进攻 封住了九重黄蝎的四周 路周大喝一声 骑 大地被掀了起来 众人定睛一瞧 那九重黄蝎 被密密麻麻的剑钢命中 像是刺猬似的 千疮百孔 其他的剑钢 编织成的天罗地网 将九重黄蝎抬起 路周逆掌向前一推 卫明成千丈刀钢 从天而降 笔直无误地 披向九重黄蝎 九重黄蝎 一分为二 继续目标 获得五千点功德 打完 收工 路周拂袖而过 剑钢原地消散 虚影一闪 出现在九重黄蝎的 尸体旁边 毫发未损 甚至一尘不染 摩天阁众人围了上来 孔文第一个上前道 我来 他带着兄弟们 冲向尸体 将九重黄蝎的尸体 分解开来 一个又一个的 命格之心滚了出来 解剖完毕 孔文兴奋地 抓着命格之心 四颗还不错 路周觉得 这命格之心的防御力不错 将其中一颗收入 大迷天带 收好 孔文将其他的收好 一路上 像这样的击杀场景太多了 摩天阁早已麻木 众人看向天启之柱 风沙之中 天启之柱 屹立天地之间 毫不动摇 沙漠地的 会有神师守护吗 明士音问道 这一点大家都不知道 无从知晓 陆周说 跟紧 众人划过长空 穿过风沙 朝着天启之柱靠近 就在他们准备 靠近的时候 一道金色星盘 从天空中划过 有人 小心 于正海提醒大家 众人落了下去 抬头看向天空中的 金色星盘 金连人 是蒋东山 有人认了出来 陆周看了一眼距离 回头道 赵洪福 你在附近留符文通道 这里风沙很大 可以很好的隐藏通道 是 沈夕和李小默 主动请应 跟着赵洪福 去了一处 较为偏僻的地方 不止符文通道 陆周摔重 继续前行 行走于风沙之中 待靠近的差不多了 那金色星盘 永远极近 朝着众人飞了过来 金色星盘的主人 正是蒋东山 蒋东山浑身是血 满脸狼狈 和上次相见的时候 截然不同 陆周抬头道 蒋东山 蒋东山迅速落了下来 双眼瞪大 沉声道 快走 摩天阁众人有些懵 蒋东山神色慌张 是太须玄艺殿 玄甲卫 快走 玄艺玄甲卫 蒋东山急得满头大汉 可能有大道圣 大道圣三个字 令摩天阁众人一惊 莫说是大道圣 一般的圣人都是强大的对手 譬如大圣人陈夫 这时 禅恶天启的方向 出现了一道玉青色冲天法身 那法身高不见顶 屹立于禅恶天启的对面 像是一尊庞大的神佛 那法身冲天而起 滑破长空 竟朝着陆周等人的方向掠来 蒋东山向下一坐 失声道 来了 摩天阁所有人 感到了莫名的紧张 前所未有的压力 袭上心头 路周目光如损 担长下压 石枝沙漏落入沙漠 天象之力绽放 定 殿胡遍及四方 连带着赵洪福等人 全都被定住 无量神隐神通 天象之力将定住的摩天阁众人 瞬间笼罩 那巨大的玉青色法身 从天空中掠过 在那玉青法身之后 有数百名悬甲卫 踏着长枪紧随其后 九重黄蝎 天际传来了一道疑惑的声音 身子停在了空中 俯瞰九重黄蝎的尸体 第1677章 路周抬头 看到了玉青参的头顶中间 悬空而立着一个人影 那人影手持玉浮尘 浑身沐浴清光 如神奇降临 目光扫过沙漠地带 这就是大道声 似乎比蓝锡河还要强大 路周又看了一眼石之沙漠 时间已经过去了三秒 神隐神通还能坚持一段时间 那手持玉浮尘之人 摇头叹息 哎 圣殿的人可真狡猾呀 他看向沙土的方向 又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 但愿我那老朋友还活着 走 嗡的一声 集体消失了 路周没有立刻终止神通 而是低头看了看石之沙漠 石之沙漠里的蓝色沙子 还在持续下漠 很快见了底 可能是蓝法身 进入千界的缘故 他能明显地感觉到 石之沙漠的下漠速度 变缓了很多 这意味着 石之沙漠的持续时间变长了 又过了三秒 石之沙漠的定格时间结束 路周掌心一收 无量神隐神通一同消失 秦奈何惊讶道 何主竟然掌握了 如此强劲的道之力量 路周回头 你感觉得到 秦奈何点了下头 恭恭敬敬地朝着路周说 哥主手段令人敬佩 于正海和于上荣相互看了一眼 我也感觉到了 大师兄所言正是 能感觉到道之力量 要么是真人 要么是接近真人 不过 眼下不是讨论这些的时候 在其他人的感官看来 就是眼前一花 一闪即逝 什么感觉都没有 听着几人的对话 他们有点懵逼 发生什么事了 最懵逼的 莫过于蒋冬善 蒋冬善 站了起来 看着空空如也的 缠恶天启 走了 什么走了 朱鸿冬说 玄甲卫啊 上次见到你 我就觉得你不想什么好人 没想到你胆子不小 敢跟踪我们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啊 蒋冬善摇头摆手 误会误会 我真的没有跟踪你们 我从平淡直接来的缠恶 没想到会遇到你们 真是 真是缘分啊 后面 勉强挤出微笑 已经不成形了 面对这么多双眼睛 蒋冬善心虚得很 尤其是见识到了 路周强大的道之力量掌控 路周目不转睛地 盯着蒋冬善 你还知道 玄甲卫 常年在未知之地游走 见过两次 他们是太虚中 玄义殿下的一支力量 天启之柱 每隔数百年时间 会生长很多天才地宝 太虚中人 就会派遣修行者来采集 这次估计也是 只是没想到 大道圣会亲自来 那一清法身 乃是大道上 千真万确 明时音眼睛挟视 蒋冻善 这么说来 你还救了我吗 不敢当 玄甲卫和银甲卫 是什么关系 这 这 我就不知道了 我只知道 他们都来自太虚 这时 秦奈何说 看这样子 太虚中不止一股势力 众人点头 十万年了 就算是当初的最强者 想要维护绝对的统治 也不太可能 必然会分化出不同的势力 陆周看了一眼 玄甲未消失的方向 转过身 驾驭白泽 朝着缠恶天气飞去 搜搜搜 众人跟了上去 蒋冻善忍着伤痛 迅速跟上 不多时 众人来到了缠恶天气之下 眼前的场景 令众人难以置信 满地的凶兽尸体 还有人类的尸体 银甲未 他们连银甲未也上 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 老祖宗成不起我呀 明世音叹息道 孔文等人四处飞掠 调查了下周围的环境 很快返回 孔文攻身道 阁主 蝉恶天气 方圆十里范围 全部都是凶兽 和人类的势力 发现尹甲未的尸体 大约三十人 悬甲未 大约五人 凶兽的命格之心 全部被拿走 明世音有些好奇 这里是沙漠地带 天才地宝很难胜存 他们来这里干什么 陆离叹息了一声 只有叹须中人才知道 这样也好 他们斗得越凶 我们就越有机会 这让他想起了 当初的黑塔 黑塔就是内部矛盾严重 才一步步走向衰落 如今的黑塔 虽然在黑连还能排得上号 但已经远不如当年辉煌了 陆周开口道 照计划行事 是 众人跟着陆周 一同进入了蝉恶天气 有了前面的几次经验 大家轻车熟路 进去便开始尝试 得到天气的认可 梦想很丰满 但现实很骨感啊 摩天阁大多数人 都被天气内部的屏障 无情地拒绝在外 朱鸿供说 我总觉得平淡天气 没认可我 这个应该才是 他静止走向屏障 刚一接触屏障 朱鸿供便被弹飞了出去 狠狠地撞在了内壁上 滑落在地 哎哟 哎呀 没天理呀 哎呀 为什么你们没事 就我这么疼啊 你已经得到了 平淡天气的认可啊 我怎么就没感觉呢 这得问你自己啊 陆周走到了屏障的边缘地带 轻轻触摸 响起了电流声 他当即调转天象之力 那电流声消失了 陆周又一次轻松踏入屏障 蒋洞善惊讶道 这 这怎么可能啊 众人鄙夷地看了他一眼 有什么可打击小怪的 陆周进入屏障 观察了下幼苗状态下的 太虚种子安然无恙 下面的土壤也很整齐 他便随手抓起四份太虚土壤 丢了出去 孔文 孔文大喜 终于轮到我们了 多谢哥主 蒋洞善咽了下口水说 你们就是为了拿太虚土壤 要不您以为呢 陆周又取了一份太虚土壤 留给赵洪福 然后离开屏障 扫了一眼众人 催促道 别耽误时间 尽快得到认可 众人点了下头 第1678章 蒋洞善咒美道 还想得到认可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这是店主特地要求我观察的人 齐成当康 又得到平淡天启的认可 是个不简单的人物 将来必有大成就 应该套套近乎 能得到天启的认可 万里挑一 不成至尊也成圣 所以 这时 昭月进入了屏障 他茫然四顾 接着又惊又喜 蒋洞善 呆愣在当场 蒋洞善正正出神地看着 刚迈入屏障的昭月 脸上尽是懵逼之色 我忽然觉得 这个屏障应该是假的 又或者说随便都可以进去 不存在什么认不认可 他又觉得 是不是出现了某种幻觉 于是 奋力地揉了揉眼睛 仔仔细细地看了个清楚 昭月自己也不相信 甚至还退了出去 又重新踏入 来去自如 蒋洞善本能走了过去 想要触摸屏障 顿时 一股强烈的电流撕裂感 传遍全身 令他几倍发凉 我不被允许进去 这 这是真的 摩天阁的成员们纷纷上前 恭喜吴先生 恭喜师妹 恭喜师姐 昭月的表情浮现喜悦之色 不断地跟周围的人道谢 她的认可和朱红供有些类似 没有什么动静 也不见太虚种子出现 只能看到屏障内部的能量 隐隐约约围绕着她 陆周微微点头 或许是因为激活比较多的种子 反应小一些 果不其然 她看到了屏障内 幼苗状态下的太虚种子的气息 有了变化 陆周捕捉到了 其他人毫无知觉 她默默使用了目立神通 看到了太虚种子下一道道气息 进入昭月的身躯当中 在她的丹田气海中 太虚种子像是一轮明月似的 不断地汲取着四面八方 飞旋而来的养分 然后进入奇经八脉 种子激活了 陆周目光扫过徒弟们 凡是得到认可的徒弟 他们的丹田气海 都呈现一轮明月式的光滑 只不过颜色略有不同 这就是一种品质 看到那源源不断的养分 陆周忽然感叹 人类诞生在这片大地上 有了七情六欲 有了矮增分明 是非黑白 有了好坏敌我 天气这么做的意义何在啊 时间过得飞快 昭月走了出来 陆周也从短暂的 出神状态中清醒 抬头看了一下天气的上方 没有动静 于是他 走 陆周转身离开 其他人紧随其后 一同迅速离开了天气内部 沙漠地带实在不适合修炼和长时间待着 可尽管如此 他们待了三天左右 待赵洪福布置好符文通道以后 一同离开 他们花了半个月的时间 才看到绿洲与河水 纷纷落脚歇息 绿洲之中 摩天阁众人席地而坐 各自休息 统文指着地图 外围的天气之处已全部搞定 还剩下六根天气之处 哪圈有五根 最核心的就是大云线 现在离我们最近的那圈天气之处 名为直徐 要绕回渔州 明是阴文言道 要绕回渔州 是的 这来来回回地跑多圈子 得多长时间啊 才能跑完十大天气之处啊 现在的问题的确棘手 分头行事的话 速度的确快 但更危险 而且那根天气之柱 未必正巧就是认可你的 最佳的办法 也就是眼下正在用的 用集体赶路的方式 一个一个的尝试 这时蒋冻扇走了过来 前辈 你们该不会是打算 把每个天气之柱 都搞一遍吧 注意你的用词 明是阴瞪眼道 蒋冻扇露出了尴尬之色 我是想说 那圈的天气更加凶险 太虚圣兄 和神师可不好惹啊 陆周看着蒋冻扇 你对天气很了解 哦 略知一二 依你之见 老夫要去执徐 有何良策 我的建议是最好别去 我知道前辈秀为高深 有大真人的实力 但内圈 非胜不能入 我可是听说青年的真人 范壮 曾经红跨太虚 经过最核心的天气支柱 那是他运气好 前辈身边已经有两位 得到了天气认同的朋友 他们的潜力巨大 就算不能成就至尊 成个大圣人 或者盗圣 也不是没可能 到时候再入未知之地 也不迟啊 老夫问的是 接近天气的良策 而非如何离开 蒋洞善一阵无语 朱鸿共也感觉到了 蒋洞善说的是废话 跟着道 逃 谁不会啊 还有你叫 蒋洞善有些尴尬 如果您非要去执徐 我有一个请求 假 我可以带诸位 走福恩通道 但王子叶必须归我 王子叶 王子叶及王亥 乃十大神师之一 你要神师做神 摩天阁对这玩意儿 说实话 还真不感兴趣 甚至觉得有些恶心 蒋洞善了口气 未知之地太过凶险 我只想有个保命的手段 见众人满脸疑惑 蒋洞善继续说 我有操纵神师的手段 这个不劳前辈操心 我来对付王子叶 你们对付那里的凶兽即可 如果前辈觉得划算 我就带你们去 众人看向陆周 等待着他的决定 沉默片刻 陆周看了蒋洞善一眼 嗯 如你所愿 蒋洞善点了下头 咬牙道 嗯 那我就舍命陪君子 奉陪到底了 我知道有一处 符文通道 直达直许 明世音虚影一闪 上前扯住他的衣领 我去 你有这玩意你不早说 朱洞善来到明世音的身边 清了清嗓子 胳膊肘捅了捅 低声道 他是真人 明世音一松 连忙帮蒋洞善 淡掉身上的灰尘 那啥 这是我们表达友好的方式 兄弟可以啊 蒋洞善甘笑了两声 小事 小事 你 你能让让吗 明世音一脑门子问号 我跟这位兄弟一见如故 想要聊聊天 蒋洞善笑眯眯地 从明世音的身边绕过 来到了朱洞贡身边 第1679章 朱洞贡一个机灵 向后退了一步 你走开 蒋洞善无奈摇头 转身朝着昭月走了过去 躬身见礼 敢问姑娘怎么称呼 我算是看明白了 你这是视力眼啊 只跟得到天启认可的套近乎 孔文说 蒋洞善露出尴尬之色 孔文朝着蒋洞善使了个眼色 偷偷偷告诉你 四先生早就得到天启认可了 四先生 蒋洞善回身 明世音正一脸笑盈盈地盯着自己 带着少许的脚匣 少许的不以为然 孔文正要继续吹牛逼 陆桌站了起来 挥秀道 行了 带路 蒋洞善连忙攻身 好 短暂地休息完以后 蒋洞善带着摩天阁众人 朝着东南方向掠去 行进三百里左右 落在了一片湿地中 在湿地中找到了符文通道 好家伙 这符文通道藏得这么深啊 大地历变以后 九连还未出现 太虚消失以后 人类仍有一段时间 在未知之地生存 故而遗留了很多阵法和通道 说着 蒋洞善将垃圾清理了一下 站上了符文通道 赵洪福看了一眼 一次只能传送十人左右 需要三次 蒋洞善有些惊讶地 看着赵洪福 你懂符文通道 略知一二 出发 好在摩天阁 都是千届以上的高手 驾驭通道清车熟路 不成问题 三次传送以后 摩天阁 集体出现在了峭壁之上 眼前的一幕 令众人目瞪口呆 峭壁前方 万丈空间 近飞禽走兽 天马 苍蝇 鸾鸟 巨蛇 漫天飞舞 满地行走 众兽 簇拥的远处 万丈藤满攀爬上天 覆盖了 直徐天启 千奇百怪的凶兽 让摩天阁众人 犹如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他们在峭壁上欣赏了良久 一言不发 即便是为了了解凶兽的孔文 在看到这漫天满地凶兽时 意识分辨不清 任不全 蒋洞扇说 这里的地形很复杂 都被藤蔓树木遮住了 凶兽极多 即便是世上最精通凶兽图谱的高手 来了这里 也只能晕头转向的 小渊儿嘀咕道 那是因为七师兄不在 蒋洞扇回头看了一眼 那早一生的美丽不可方物的大姑娘 小渊儿笑道 你可能还不够了解之需 我不需要了解 我了解我七师兄就行了 这就没法沟通了 脑残粉不可理喻 蒋洞扇自然不会把这种想法写在脸上 于是转头看向路周 心想 也许这位带头的老大爷 能说句理性的话吧 若老七仔 眼下这些凶兽就算得了什么呢 得 蒋洞扇把刚到嗓子眼里的话 硬生生咽了回去 孟长东叹息道 是啊 七师不闻强识 过目不忘 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认真的人 可惜啊 天都英才 蒋洞扇心中一动 捕捉到了孟长东的用词 不敢随意插嘴 待众人感叹得差不多以后 陆周问道 这张曼藏扇 这张曼藤曼的便是直徐天启 没错 在天启的对面有一块墓地 占地十里 是王子叶镇守之地 王子叶乃是神师 活着的时候掌控天下凶兽 想要进入直徐 必须过他这一关 你以前来过啊 蒋洞扇点了下头 陆周没有继续追问 而是下令道 陆吾 陆吾纵身飞起 朝着凶兽群俯冲而去 不计其数的凶兽纷纷散开 陆吾落地 正开上百头凶兽 抬头仰天 阴浪翻涌四周 皇者之威 将寿王以下的所有凶兽喝退 如同潮水般掉头便跑 这 没等蒋洞扇反应过来 陆周脚尖轻点 身轻如燕 朝着直徐天启掠了过去 其他人踏入空中 紧随其后飞掠而去 在陆周的开路之下 那些凶兽四散而逃 这时 英昭发出了一阵急促的叫声 昭月奇怪地拍了拍 看向海罗 他在说什么 海罗提醒道 兄说靠近了 他让我们小心踏去圣兄 蒋洞扇说 不会有圣兄 圣兽倒是有可能 陆周停了下来 看着那密密麻麻 攀爬入天际的藤蔓说 为何 王子叶的气息 可以驾驭万寿 生前就是万寿之神 死后葬在直徐 圣兽以上的凶兽 难免会敬畏三分 不会轻易靠近这里 就像 兽皇陆武 皇者之危 方圆万米区域 不会有其他兽皇靠近 会形成天生的领域 一山不容二虎 又何况兽皇呢 他回头看了一眼 高傲的陆武 这个解释很合理啊 众人听得点头 继续前行 郁郁匆匆的树林 和参天古树 是这里的主基调 摩天阁众人 穿插于林间 有些古树的树叶 都要比人还大 这时古树上的藤蔓 像是巨蛇一样 游动了起来 无趣 树要成精了 明世音指着 那抽走的藤蔓 蒋洞善道 植物不可能会动的 这些都是阵法 小心就行了 路周脚尖 轻点白泽 虚影一闪 来到众人的上方 掌心向前 五指成山 太虚金剑 照耀前方 蒋洞善惊讶到了 太虚镜 你认得此物 太虚镜本来就是 太虚里的东西 本是一件 不入流的东西 不过前辈手中的 太虚镜 似乎不简单 废话 升级了这么多次呢 太虚的东西 蒋洞善连忙 打圆场 哦 现在必然是前辈的 呃 我的意思是说 九连世界 本就是以大地为中心 裂变而生 路周没有再说话 众人飞速前行 在太虚金剑的照耀下 所有的陷阱和阵法 一览无余 梦长东左右观察 微微皱眉 以万物为阵 以山川河流为府 妙啊 我们已经在阵中了 金剑的光芒 将山川树木的金骨 都照了出来 阁主 赵洪福提告声音 讲 小心换阵 路周带头停了下来 金剑照耀前方 他们像是看到了 树木与树木之间 像是出现了一层 淡蓝色的薄雾似的 这让他们想起了 摩天阁的屏障 这换阵 竟像是屏障似的 摩天阁众人减缓了速度 穿插于林间 小心翼翼的前进 他们走了很久 也没有抵达直徐天启 总觉得飞不出这林区似的 他们爬上高度 眼前的画面始终如一 前方是直徐天启 下方是一望无际的庞大树林 但蓝色的迷雾环绕 宛如仙境 停 陆周抬手 师父 怎么了 陆周看了下个人面板 寿命一栏正在降低 起初还以为是什么阵法 在吸食他们的寿命 陆周寄出震寿庄 稍稍赶支了一下 震寿庄内部的寿命 并未减少 我们闯入了时间古镇 众人一惊 蒋洞扇皱着眉头 时间古镇 他踏地向上 明世音见状道 把我们带进陷阱 还想走 搜了一下 明世音驾驭穷奇追了上去 蒋洞扇回身解释 我是要看看环境 不是要走 我不相信你 蒋洞扇来到上方 环顾四周 他们飞行了许久 竟还在原地打转 蒋洞扇面色凝重 降低高度说 不只是时间古镇那么简单 还有空间 孟长东道 空间古镇 蒋洞扇摇了摇头 我就说过不能来 还不是你带的路 我 蒋洞扇本想解释 但觉得也没意义了 现在得想办法离开这里 我们躲过了幻战 却躲不过古战 还真是会玩 众人见陆周 一直没有开口说话 像是在思考什么 他们纷纷看了过去 于正海和碧岸 纵入空中 立于左边 于上荣和吉亮 立于右边 路周目不转睛地盯着面板上的寿命数字 时间流速 大约是一百倍 一百倍啊 这与镇兽庄造成的效果完全不同 换句话 我们在这里度过一年 镇外便是一百年 众人心生惊讶 莫说是百年 十年便可沧海桑田 物是人非 又黄讨论一百年 小鸢儿委屈道 师父 没想办法出去啊 在场之人 最没发言权的就是小鸢儿 实力提升最快 拥有的寿命最多 就算全老死了 也轮不到他 明石音回身一转 抓住蒋洞扇 是你带的路 你不出出主意啊 我也在镇里 好了 明石音松开手 陆舟再次取出太虚金剑 附着天象之力 金剑照耀四方 山川大地 林间 空气 藤蔓里 到处都是蜘蛛网状的镇纹 每一片树叶 每一个花花草草上 都刻着精致的字符符印 孟长东看得连连摇头 此阵 瞅出了我的认知之外 金剑只能辨别虚实 探出真尾 却无法帮助他们破阵 陆舟收起金剑 观察四周的变化 这时 于尚荣露出了淡淡的微笑 正是因为时间和空间古阵的叠加 使得这里的元气 前所未有的浓郁 这反而是一个修炼的绝佳场所 对呀 朱空公拍了下手 在这里修炼一天 等于实实在在修炼一百天 除了有些昏暗 这里环境也不错呀 比之前的沙漠 或者阴暗潮湿的地方 也好得多啊 二师兄 不担心寿命 叶天心抬头问道 于尚荣轻轻拍了下吉亮的后背 跳了下来 吉亮叫了两声 原地盘旋 身上冒起一道道的光滑 大量的生机被他吸收 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半个时辰 吉亮马停了下来 这 这是在干什么呀 朱空公惊讶到 孔文惊叹地说 补充寿命 补充寿命 每一种极品的凶兽 都有一种特殊的能力 人类从他们的身上 获得命格之心 也是为了获取能力 这吉亮马的能力 就是补充寿命 于尚荣点了点头 没错 补充一次百年时间 君子国人本来就短寿 这么一想 吉亮马和于尚荣 简直是绝配 本来个个愁容满面 现在反倒是越发兴奋了起来 你们打算在这里休息啊 师父 还是您来决定吧 于正海说 众人看向路周 时间和空间古阵叠加 实际效果要比镇兽庄强百倍不止 这的确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不过也要想办法破开阵法 割主言之有理 别到时候百年过去 我们还要继续困着 孟长东看向赵洪福 我和洪福姑娘研究一下 好 所有人不得离开太远 是 时光如梭 直徐天启的南方 山峰之上 出现了大量的引甲位 直徐天启有凶兽的叫声 应该是有人闯入 应该是闯入了上古时间大阵 我们要进去解决他们吗 即便是道神清灵 也解决不了时间大阵 只怕是相当一段时间 他们出不来了 将此事向圣殿汇报 广且没人亲眼看到 还是小心为上啊 是恒县想持续期间守好天气之助 是 从此 未知之地进入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平静状态 三千引甲位折损了一批人之后 便开始到处搜寻 玄艺殿玄甲位也跟着到处搜寻 太虚的修行者为了维护天启 足足在未知之地布置了长达十年的巡逻 时间如梭 转瞬十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